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消息传出可信度似乎也蛮高的 另外刚刚就跟你提到了 可能会接下iPhone 13的打样工作 所以富士康深存的这间厂房 已经陆续了停产iPhone 12 现在让位在河南郑州的厂房是继续生产 只能下POR系列的iPhone 而今年富士康其实为了鼓励更多员工在春节上工 开出了数千块人民币的奖励 像是河南郑州厂内部就推荐寒假工 如果介绍人奖金就有6500元 求职者春节出勤的激励金也有新台币8500元 而在正式工的部分 推荐人奖励是人民币600元 被推荐人奖励金是人民币3600元 如果加上这个春节的出勤激励金 总奖金是高达新台币的3.5万元 另外再来关心的是 自从这个iPhone 13还有iPad 9以及iPad mini 6 陆续是出现了规格的传闻之后 最近日本的网站Mac Otakala 就再度引爆了供应链的爆料 这个苹果会在今年3月春季发表新的iPad Pro 而这个iPad Pro 2021是搭载了A14仿生的晶片组 将成为Apple首款支援5G网络的iPad 此外该机似乎将会采用四扬声道 和带LED的闪光灯 麦克风双后置镜头等设计 就像目前的iPad Pro一样 也让不少人都觉得非常的期待 最后再关心的是这个摩根大户 在致给客户的信中表示 尽管去年12月整体的中国手机出货量 出现了季节性的下滑 不过苹果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第四季的苹果在中国的总出货量 仍达到了1800万只 比2019年是成长了大约五成之多 此外这有数据表示 国际品牌手机出货量在第四季 来到了1880万只 相较于2019年成长了48% 这也意味着什么 因为苹果的市占正在强劲地成长